第十一章 教会马克思窃据耶稣的宝座 教堂必须永远建造 因为他永远从内部朽坏着 从外部遭受着攻击 因为这就是生活的法律 你们必须记住繁荣兴旺的时代 人们会忽视圣殿 多灾多难的时代 他们又会诋毁他 TS.埃略特 2021年6月 美南进行会SBC 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举行大会 选举新一任主席 这是这个拥有1400万信徒的 美国最大的新教宗派 在过去25年来 参与人数最多1.5万人 对立最为严重 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大会 美南进行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 前副主席丹尼尔 达林 Daniel Darling 评论说 困扰美南进行会的问题 和困扰福音派运动的问题是一样的 在某种程度上 也困扰了美国文化 美南进行会 因为是最大的新教教派 而成为头条新闻 但这些对话和争斗 正在美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机构中进行 在会议上 争论焦点是2019年通过的一项决议 该决议涉及批判性种族理论 和交叉性理论 称这些作为马克思主义变种的思想学派 可以作为圣经的分析工具 一年多以前 为了对抗批判性种族理论 在教会内部的蔓延 美南进行会的保守派 成立了保守派进行会网络 其支持者们带着 写有阻止 CRT批判性种族理论 和击败拜登进行会的贴纸与会 他们认为 批判性种族理论 扭曲了圣经对这一主题的教导 是异端邪说 他们推出的候选人麦克 斯通 麦克斯东 一直抨击批评性种族理论 他声称 这种理论已进入美南进礼会神学院和教堂 支持斯通的牧师 麦克尔 威尔特 麦克威尔海特 指出 批判性种族理论 与福音正好相反 在批判性种族理论下 没有希望 如果你是白人 你就会因为白人至上 而自动成为种族主义者 但福音带来了希望 我不需要批判性种族理论 来诊断人类出了什么问题 我有圣经 它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主要批评者 黑人学者 和作家卡罗尔 斯文 Karo Swain 对美南进行会向左飘移 和所谓清醒 Woke 神学发出警告 我们才是真正觉醒的人 说到为种族主义道歉 我已经记不清美南进行会教徒道歉过多少次 我认为 现在是让某人接受这些道歉的时候了 帮助创建被保 PayPal的资深科技企业家 罗德 马丁 Rod Martin 他是高科技巨头中 屈指可数的保守派 倒会鼓励保守派的抗争 我们的战斗不会停止 然而 最终支持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左派牧师 艾德 利顿 Ed Litton 以微弱优势胜选 他的当选 被视为美南进行会 未来走向的一个信号 这个长期支持共和党 更支持川普的新教宗派 将不可遏制地走向左倾 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阶级斗争 转化为种族斗争的种族批判理论 对新教教派和美国社会的侵蚀 如同解放神学对天主教和天主教国家的侵蚀 迁移发而动全身 利顿被左派包装成福音合一 种族和解 和平及改革的倡导者 他认为 教会跟共和党走太近 有疏离那些原本可以争取入会的信众之鱼 如年轻人及有色族裔 美南进行会要吸引他们 才能再次成长 他建议 总会需要谦逊地听取教会内部不同立场人士的意见 却又严厉批评保守派进行会网络说 保释说 我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存在 企图消灭对方的意愿 异于言表 美南进行会在过去十多年间 流失了两百万信徒 向左转不是拯救其衰败的锦囊妙计 而是放弃真理 自取灭亡的最坏选择 当马克思主义取代圣经成为最高信条 教会还是教会吗 今日教会的光景 恰如思想家彼得 德鲁克 Peter F. Drucker所说 教会力图为新社会提供基础 而落得一败涂地的原因 显然不是传教士长哀叹的 我们这年代有不信神的风气 基督教和教会 无法以宗教的立场提供社会性的解决方案 今天 基督教能做的 只是为个人提供一个隐蔽的避风港 庇护所 它无法带来新的社会 新的社群 基督教无法重塑社会 不能使社会和社群生活变得合理 百年左祸 掀起惊涛骇浪 马列主义的幽灵 吞噬无数的灵魂 对此负有最大责任的 不是政府和政党 不是国会和法院 不是大学和媒体 而是教会 清教徒开拓家园的时代拒网仪 但清教秩序不能被掏弃 一旦清教秩序瓦解 美国离王国就是只顾之间 守护清教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教会 如今 教会有没有承担起这一伟大使命 清教徒时代 天路客肩负其治理全地的使命 圣经中说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上帝也将治理全地的使命赋予人类 理所当然 教会应当处于人类智识活动和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 教会本应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是人间最美好的生命共同体 在美国 圣经及教会是美国宪法 宪政和观念秩序的源头 在还没有美国的时候 教会承担了政府的角色 是公共生活的塑造者 然而 到了今天 很多教会将这些尊贵的身份 职责和使命掏弃了 竭力讨好各种世俗的价值伦理 沦为公司与行号 沙龙与俱乐部 心理诊所与医院会 全力厂与业会厅 乃至来来去去的 都是卖牛 羊 鸽子的 和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 在宗教改革时代 宗教信仰与学术 文化 教育 政治 经济密不可分 那是一个基督徒治理全地的 完整的天赋世界 以马丁 路德和约翰 卡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的巨人们 既是牧师和改教家 也是大学教授 学者 政治评论家 人文知识分子 他们翻译和阐释圣经 丰富和完善欧洲的民族语言 带来前所未有的信仰自由 思想自由 和言论自由 他们研读那个时代 最优秀的学术作品 他们写作的神学论文和小册子 成为广为流传的超级畅销书 从国王 大臣 到一流的学者 无不仔细阅读领受 他们还是卓越的立法者 和行政管理者 他们的影响力不局限于教会之内 他们塑造了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和邦国的体制和气质 路德和卡尔文与跟他们差不多同时代的文化和学术巨匠 拉伯雷 蒙田 米尔顿 沙士比亚 伊拉斯摩 塔斯卡 塞万提斯 弗朗西斯 培根们 并不处于截然隔绝的两个世界 属灵的世界和属世的世界 而是密切互动 彼此致意 共同为晚近500年来 人类的精神生活及物质文明打下了根基 在清教徒的全盛时期和美洲殖民地的肇使时期 亦是如此 教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社会组织 它的重要性越低于家庭 却高于国家 那时还没有国家 教会承担了大半个政府的功能 教会是这个自愿社会的核心 是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焦点 以马萨诸塞而论 多数居民加入殖民地是处于信仰的目的 拥有财产的家庭 大多数都是教会成员 这是新英格兰移民的一个关键事实 殖民地的宗教目的 并不像一些左派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 仅仅是新教寡头的事情 也不像唯物主义者主张的那样 弯曲殖民地的创建者是来捕鱼的 虽然经济利益的驱动始终存在 有趣的是 更多受经济利益驱动 教会扮演次要角色的 维基尼亚詹姆斯敦殖民地 很快衰亡了 而更多受信仰自由驱动 教会始终是支配力量的普利茅斯 及马萨诸塞殖民地 在一代人世间里 就成为美洲新大陆 最繁荣富庶的地区 美国历史学家费舍尔 在考察早期 马萨诸塞清教徒居民的 学习伦理时发现 马萨诸塞的奠基者酷爱读书 他们的信仰 完全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 约翰 科顿写道 上帝的讲稿里 包括着一个简短的计划 不仅涉及神学 还有其他神秘的科学 伦理 经济 政治 教会管理 预言和学术等 按照17世纪的标准 马萨诸塞湾区 大部分成年人 都有读写能力 1647年 马萨诸塞出台了一部 名为老骗子撒旦法的法律 其前言指出 老骗子撒旦的一个主要阴谋 是阻止人类 获得对经文的指示 之前是不让他们学习语言 之后是不让他们使用语言 因此 该法律规定 50个家庭以上的城镇 必须设一个校长 100个家庭以上的城镇 必须有一个语法学校 提供拉丁文和希腊语的课程 卡尔文在日内瓦 重新恢复日内瓦大学 专门培养新教领袖 这所大学 注重研究古代思想研 并且使用希腊古典学者的著作 来教授语法 修辞 逻辑和历史 此一大学模式 对美国产生了直接影响 移居美洲的清教徒们意识到 必须将自己对圣经权威的诉求 建立在最坚实的 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如此才能确定圣经的真实含义 所以 他们在新大陆的生活刚有余裕 就倾其所有创立学校 一位权威人士 描述哈佛学院的最初传统是 人文科教育和神学教育之间 没有区别 他们都有两个源头 首先是卡尔文主义 其次是亚里士多德 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 卡尔文助长了广义的 奥古斯丁主义原则 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一切善的东西都归于上帝 知识也是如此 这样就有力地遏制了反制主义的蔓延 清教徒在西英格兰地区积极推动高等教育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 他们已经建立了四所大学 相对于其他所有大陆殖民地的总和 这些教育机构靠无数基督徒家庭的捐助来维持 成千上万的家庭捐出给大学的股物 并在此过程中与大学建立起密切关系 由此 西英格兰地区的致时成就 是美洲英语区中最高的 甚至比母国还要高 美洲殖民地的教育家们 谦卑地自称为 依附于博大精深的大不列颠思想界的乡下人 到了18世纪 他们所实行的教育模式 仍主要来自苏格兰 苏格兰的启蒙主义 跟欧陆更为离经叛道的启蒙主义迥异 它差别于新教教义 而且是在大学里进行的 苏格兰的大学 处于长老教会温和派的控制之下 而后者将长老会的学术热情 与一种通过最新的文化和科学思潮 来展示基督教的兼容性的决心 联系在一起 他们的声望 在事实上注定了他们 将为新生的美国学院制定准则 在18世纪后半叶 美国建国前后 长老会在美国建立了65所学校 长老会教育体系的规模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后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除了西英格兰之外 18世纪美国的教育家 大都是苏格兰人 在政治意义上 在美国建立之初的100年间 致力于大学教育的是 那些具有文化理想的良心派辉格党人 他们的政治团体 后来在共和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们不仅继承了清教徒传统 也继承了现代文明缔造者的传统 清教的影响早已深知于美国文明的基因 在每一个社会危机时刻 美国人总是会回溯到清教主义 在美国 一方面是在竞争性环境中 形成宗教市场 那些最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信念 和最清理传教的宗教团体 最有活力 复兴是美国生活中一个连续不断的事实 另一方面 美国一直认为 自己是个救世主的国家 是上帝选民 组成的新以色列 这也是美国在外交上 支持以色列的根本原因 19世纪 有位名教来难 笔彻的牧师说过 受到我们这个榜样的激励 一个接着一个的国家 将会追寻我们的足迹 直到全世界都获得自由 什么时候 美国背离了清教主义 就陷入失序和混乱 什么时候 美国回归清教主义 就能再度伟大和强盛 美国左翼历史学家 比查德 霍夫士达特 Richard Hofstadter 将基督教列为 美国反制传统的来源之一 他没有像费舍尔那样 详细考察美国建国前后一两百年间 教会在知识活动 和知识生产方面的巨大努力 和杰出贡献 教会走向反制主义 只是晚近一百多年来的趋势 即便如此 霍夫士达特仍然承认 美国早在其建立之初 就形成了一个信仰上的自由竞争市场 最后演变成改革宗各分之并存 这种改革宗各分之并存的实质是 教会从此被视为自愿性组织 正是这种竞争和自愿的性质 使得美国教会 避免了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会 一统天下的猛昧主义 对教会颇不友善的霍夫士达特 以用米德Sidney E.Meet的论点指出 自从1800年以后 美国就面临了一个困难的抉择 是要选择根据知识界的标准 来完全理性的生活 还是要根据教会的要求 尽可能提升宗教情怀 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 基督信仰并不反理性 基督信仰是最高的理性 反之 敌基督的理性并非真正的理性 而是反理性 教会为何走向反制和非政治化 美国的基督教传统中 却有反制主义一脉 即大觉醒运动中的振奋派 以及后来的极端灵恩主义 和成功神学 其等而下之者 已然沦为民间巫术迷信 自从清教徒移居美洲大陆以来 新大陆经历了三次基督教大觉醒 第一次大觉醒运动 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叶 通过牧师们的旷野步道 使得殖民地居民淡漠的信仰被点燃 重新生发了山巅之城的信心 信仰的复兴 也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基础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发生在十九世纪前三十年 这次大觉醒中 美国具有朝朝天命的观念 得到广泛传播 美国人产生了强烈的选民意识 美国人取代犹太人 成为新时代的选民 此种观念 成为美国人开发西部的精神动力 第三次大觉醒运动 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 与进步主义的思潮对抗或呼应 由此产生社会福音的观念 对社会改造的看重 超过了对福音真理的追求 并引导信徒赞同政府的积极干预政策 然而 由于缺乏缺乏整权性的基督教观念秩序 缺乏严谨系统的教义 教义沦为支离破碎的光谱 诉诸于群体性的情感波动的大觉醒运动 表面上看 带来教会和信徒人数的大幅增长 但这种增长很快就后继乏力 长期以来 在美国 基督信仰被窄化为私人化 内在化的诺斯底主义 沃格林所说的灵芝主义 教会成为逃避一切的私人会所 正如新约学者赖特 N.T. Wright所说 人们一旦抓住一个经过扭曲 过分强调为我的福音 抓住上帝恩待我的观念 便不会在乎耶稣是否稳固扎实的 植根于历史 这种态度是如此的诺斯底 致使基督徒只关注于个人内在的平衡 与周遭世界没有紧密的联系 他们忘记了 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关于拯救世界 关于拯救一切叹息劳苦的受造物的 而不是仅仅关于拯救一个个孤立的个体 基督教评论家洛尼 科拉普 Rodnik Lab 信仰说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被逃速成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在现代自由西方世界 信仰变成了在医生诊所中的私事 很多人确实将教会当作心理医生的诊所 给教会的奉献款 比给心理医生的诊费少多了 正是这种跟着感觉走的 民间宗教化的基督信仰 使得基督徒和教会 同步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 正如神学家拉西 Niklas Lash所说 政治上的犬如显示了 我们感到自己实质上很无能 而关于目的和手段 关于价值和美德的共同语言 都崩溃了 由此可以清楚看到 我们的想象力是多么贫乏 我们因恐惧和意识到的无能 而变得麻木 退入各种私人的和道德的个人主义 私人感受和个人经验的地方 学者瓦克斯 Trevign Weix指出 宗教被归入个人隐私和喜好的范畴 是要远离公共场所的东西 当宗教被私有化时 什么是好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不再有一些外在的标准 不再有一个我们共同努力追求的美好生活愿景 不再有一些我们努力想要共同实现的东西 也不再有一个我们为了成为完整又光荣的人类 而需要努力的共同目标 相反 我们用任何带来益处的东西来重新定义好 实用主义渗透其中 消费主义执敏了信仰 当教会放弃文化使命 乃至将文化视为信仰的敌人 教会必然站在文化精英的对立面 教会自身却无法培养出 有能力在公共领域为信仰辩护的一流知识分子来 薛华 C.S.路易斯 托尔金 大概是最后一代 有能力与世俗知识界对话 并且得到世俗知识界尊重的基督徒知识分子 他们代表教会 挺身捍卫基督教价值 他们的声音却如广灵觉响 后继无人 此后半个多世纪 不以福音为耻的勇士在哪里呢 教会从教育和媒体中匆匆撤退 孤方自赏 教会将外面的世界看作洪水猛兽 有牧师教导说 除了圣经之外 不要读其他书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绝对无妙 其他书是人写的 人写的就有错误 因此不必阅读 这是一套看似自洽的逻辑 教会习惯了使用一套自我保护的次文化术语和行话 在一个厚厚的同温层中享受岁月静好 但外面的世界已沸腾 教会残存的动员能力 勉强在反堕胎和反同性婚姻等单一议题上发生 却无法就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议题 做出符合圣经原则的精准判断 进而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 当教会在这些少数的议题上发生时 掌握公共领域话语权的文化精英 将教会的动员 扣上偏见动员论的帽子 新议会神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比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halst 发现 在过去几十年中 美国的政治话语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一变化就是在公共生活中 排斥宗教或以宗教为本的价值观 他把这种状况称之为空荡荡的公共广场 此种情况的发生 不单单是人们确实变得更加世俗 而不去教堂 或丧失宗教信仰 更是法律界、政界、教育界、新闻界的精英们 动员世俗偏见所致 他们认为 宗教语言不适合公共话语 宗教价值与现实政治和公共教育无关 而宗教实践则纯粹是个人的事 然而 如果文化精英肆意剥夺宗教价值观 在公共话语中的合法性 或使其在学校被认为有害 那么这个代表 大多数信教人民的美国政治制度 就不能自称具有真正的代表性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教会退守教堂 却发现 建筑意义上的教堂 并不能为信徒遮风挡雨 当教会失弱时 敌人就如同吼叫的狮子和凶残的鲨鱼一般猛扑上来 20世纪下半夜以来 政府当局 特别是法院 尤其是最高法院 竭尽所能的削弱宗教在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中 尤其是年轻人的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 这明显背离了宗教信仰 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历史观 左派唯一引以为敌手的是基督信仰 及其铸造的完整而系统的观念秩序 因此 左派处处以教会和基督教文明为敌 美国从一个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根基上的国家 逐渐转变为敌基督的国家 最高法院禁止信徒在公立学校祈祷 政府机关拆除基督教的标志 政府对牧师在讲台上的言论 设置重重限制 联邦政府的教育资助 将基督教学校排除在外 连圣诞快乐也被改成节日快乐 左派一路高歌猛进 教会却则节节败退 溃不成军 19世纪中夜 在美国旅行和考察的法国思想家 托克维尔比 大都是美国人 更清楚地看到 基督教是美国制度和美国精神的磐石 在美国宗教 对于维护自由的制度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 今天的美国 正变得越来越向世俗化的欧洲 将宗教实践和宗教热情 视为对自由的威胁 而非对自由的支撑 美国历史上 头一次出现这种普遍倾向 尤其是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 将宗教人士 视为自由和民主选择的敌人 甚至用原教旨主义者的定义 将虔诚的信徒们妖魔化 在这些敌视基督教的人士看来 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 当然包括无神论者的信仰自由 穆斯林和佛教徒以及巫师的信仰自由 偏偏不包括基督徒的信仰自由 极端世俗化的司法部门和学术机构 致力于将基督教 即便只是符号性地赶出公共部门 让基督徒在所有的公共议题上闭嘴 历史学家保罗 约翰逊发现 这是一种全新的 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它是一股制造分裂的力量 是对道德和宗教一致性 它是美国的民主统一 和力量的核心部分的挑战 教会必须直面此一严峻挑战 教会欲是向世俗化低头 就欲是走向衰败 于百年左祸平行的 是陷入世俗化与衰败之恶性循环的教会 教会试图通过对各种 所谓进步思潮的妥协 融合与吸纳 让自己与时俱进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 世俗化潮流中幸存下来 然而 教会却惊恐地发现 接受世俗化即意味着走向进一步的衰败 教会不是被外面的马克思主义 无神论 唯物论和世俗化打败的 教会是自我沦丧 不战而降 甚至先于社会分崩离析 污秽不堪 一战前后 进步主义响彻云霄 教会内部产生了社会福音思潮 倡导社会福音的人士 大都受到达尔文主义影响 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向上进步的 可以通过社会运动 在地上建立天国 1908年 美国教会联合咨询会 出版了一本 《教会的社会纲领》 它引发了一系列宗派 对社会和政治事务公开宣言 这些声明几乎毫无例外地 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对政府解决问题的力量 保持强烈信心 他们认为 外部环境在人类行为中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倾向于结构上的改革 改革法律 政府政策 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结构 其次 此类社会福音 根深蒂固于自由派神学 左派神学 饶身布士 Walter Rosenbusch 是社会福音思想的极大成者 从他的三卷本的剧著中可以发现 他偏离了历史的正统信仰 包括原罪的教义 他将上帝的国定义为 将群众从政治和经济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这是典型的用基督教语言包裹的马克思主义 他们反对自由市场制度 反对资本主义 认为罪恶是贫穷造成的 只要消灭贫穷 就能除掉社会上所有罪恶 另一方面 也出现了一种拥抱商业和消费主义的伟福音 它是自由派神学思想的另一面 1925年 商业福音明显地取代了传统的宗教 著名广告人布鲁斯·巴顿·布鲁斯·巴顿·布鲁斯·巴顿 发表畅销书《无人知晓的人》 用现代方式重述耶稣的故事 在书中 耶稣被写成企业总裁的典范 他从生意场最底层选择了12人 让他们成立一个征服世界的组织 他认为 耶稣的预言是有史以来最有力的广告 进步主义思潮如此强大 教会丧失了与之对抗的勇气和论述能力 转而热情拥抱之 教会使自己自由化 也在某种程度上世俗化 传统的美国新教教会 即所谓的妻子妹 进心会 门徒会 圣公会 信仪会 长老会 联合基督教会 和联合卫理工会 在整个20世纪都在显著衰落 尽管绝大多数总统及国会议员 都出自这些新教教派 据一项研究计算 30年来 卫理工会每一个礼拜就减少1000名会员 20世纪下半夜 作为整体的妻子妹教会 其成员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这些衰微中的新教教派 犹如家中的房子已经破败 再没有人居住 但你不能就此将房子卖掉 因为那毕竟是你成长的地方 这类基督徒 唯有继续装强做事 像官僚或行政人员那样 偶尔主持一下婚礼和丧礼 这类场合 如果能加一点宗教气氛 相信会较为讨好的 洛尼 克拉普将这种面临 宾死的基督教世界的回应 称之为伤感的投降 这种态度承认 在这个民主 资本主义的现代 或后现代世界 教会并不能提供什么独特的东西 这些新教宗派衰落的主要原因是 丧失了其特征和原则 或者干脆是没有任何特征和原则 在1994年的美国圣公会大会之后 这次大会 以一场关于同性恋者 是否有权利成为神职人员的 激烈争论为标志 一位官方观察家评论到 圣公会是一个正在自由下降的宗教团体 我们没什么要坚守的东西 没有什么信仰要分享 没有共同的担当 没有底线 关于一个圣公会教徒 应该是什么 或者应该信什么 也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圣公会主教司旁 John Shelby Spong 坦言真正尝试 与这新兴世界交往的教会 主要都是人数每天都在下降的 自由派新教主流教会 几乎可将其定义为 模糊 不明确 和吸引力较少的一群 他们可能声称自己诚实 但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信息 教会向世俗低头 使于神学向哲学下跪 神学甘愿成为哲学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分支 20世纪下半叶 最有影响力的两位美国神学家 莱伊霍尔德 尼布尔 Linehold Niebuhr 和保罗 田丽克 Paul Tillich 都深受德国哲学传统影响 声称反对自由派神学 却又无法摆脱马克思主义 这一事实本身就凸显了美国教会及神学的深刻危机 莱伊霍尔德 尼布尔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神学家和步道家 他成长于日尔曼福音大会的背景中 早年在底特律汽车工人聚聚的社区幕会 面对着劳动阶级的苦难 面对着让人失去人性的机器 以及社会和经济结构 他从自由主义 进步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 虽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他深信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大部分是真的 后来当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真相曝光 他反省自己 极力批评苏联 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主义 承认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都不是取代以生病的资本主义的好方法 由此 他转向神学伦理学 断定人的生存的法则 是对上帝与邻人的无私的爱 将十字架解释为 象征着与人的罪相关的上帝仁慈的爱 他也指出 在社会秩序中 对正义的追求 与保持秩序 维护自由的要求 处于张力之中 人追求正义的能力 使得民主成为可能 但人的不正义的倾向 则使得民主成为必要 尼泊尔早年 是美国社会党激进派的领导人之一 后来支持罗斯福新政 一直都是民主党人 马丁 路德 基恩 深受其影响 奥巴马将其奉为 最喜欢的哲学家 和最喜欢的神学家 莱伊霍尔德 尼泊尔的弟弟理查德 尼泊尔同样是一位神学家 相对而言 他对教会的批判 更震荣发絮 他批评基督教 放弃了其领导作用 听任自己 被国家的和经济生活的 社会力量所铸造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教会不能给世人什么希望 教会失去了 他先知的特性 他对所谓的温和神学 有一针见血的剖析 一个没有愤怒的上帝 通过一个没有十字架的 基督的帮助 把没有罪的人 带进一个没有审判的亡国 但正是这种伪基督教 抓住大部分美国人 田丽克通常被视为 德国和欧洲的神学家 但其主要学术成就 是晚年在美国取得的 他因反对纳粹 而在尼泊尔的帮助下 逃离德国 任教于纽约协和神学院 当他的系统神学出版后 他意外地成为美国 知识分子的超级明星 受聘于学术地位更高的 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其影响力溢出教会界 可能是美国历史中 最广为人知的学术神学家 田丽克在德国 以社会主义立场著称 同时 他对心理学 东方宗教和存在主义颇感兴趣 自称文化神学家 他深受存在主义影响 而存在主义是一种偏左的意识形态 他称人类从事的证明 人生具有价值的尝试 为存在的勇气 他也指出 人不能没有终极关怀 上帝是一切存在的基础 基督教的信息 是新的存在 他一生著述超过五百部 所有著作均可视为 同一神学进入的不同变调 成为当代文化与历史基督教的中介 显示信仰应当被当代文化所接受 当代文化亦需要为信仰所接受 宗教与文化通常是单一的整体 构成文化是宗教的形式 宗教是文化的实体 然而 他晚年放弃了 将自幼所信仰的新教 视为一切终极关怀中的最高境界者的信念 主张各宗教之间对话 尤其是基督教神学家 与佛教佛学者间的对话 因为他认为 佛教学说的内涵 并没有在终极关怀的定义中 输给天启的基督教或新教神学 在此意义上 他的信仰已然坍塌 揭开基督教界明星的皇帝的新衣 二十世纪下半夜以来 美国教会凭借最后的洪荒之力 推出了一系列明星牧师和布道家 他们一度如日中天 他们的聚会 动辄吸引成千上万的信徒和目道友 他们建立起了 如同跨国公司般的大型教会或机构 但他们真的成为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吗 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布道家 和宗教活动家格里汉 Billy Graham 更具本土特质 他出生于美东南部小城夏洛特 一个普通的苏格兰 爱尔兰裔农夫家庭 毕业于本地小型神学院 一开始默默无闻 但由于出色的个人布道能力 娴熟的人际沟通技巧 和超乎寻常的勤奋 以及福音派极其鲜明的草根性 使他从草根网络 嵌入美国社会各界的顶层网络 成为当代家喻户晓的宗教名流 来自两党的总统 都向其敞开白宫大门 将其视为总统的御用牧师 爱尔兰浩以来 所有的美国总统 不管信仰状况如何 属于哪个宗派 都与之分享欢乐与悲伤 信心与怀疑 格里汉让福音派 改变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状态 从边缘走向主流 从国内走向国际 建构起一个全球化的 基督教宣教事工机构 他的国际布道团 接触过超过两亿人 身为影响力极大的宗教领袖 格里汉的社会和政治理念 既有个人特质 更受到宏观结构之影响 在民权议题上 他强调用渐进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在贫困问题上 他态度积极 支持约翰逊政府 后来一败涂地的伟大社会计划 升级版的罗斯福新政 他宣称 约翰逊和克林顿是真诚的基督徒 认为只要公开承认信仰的人 就是基督徒 却忽视认罪悔改 重生得救的标志 对于政教关系 他宣称顺服掌权者 尽管他持明确的反共立场 但1967年 他第一次获得 在共产党国家 兰斯拉夫步道的机会时 却要求信徒服从政府 格里汉的妻子钟路德 出生于一个在中国的传教士家庭 其父亲钟仁浦 1949年之前 在中国传教达25年 他本人在1987年 受中国官方邀请访华 作为高级统战对象 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 他很快忘记此前说过的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世界自由最危险的敌人 此后 他多次访问中国 与官方的三次系统有诸多合作 很少会受中共迫害的家庭教会信徒发声 沦为中共的海外统战对象 格里汉个人及其事工上的辉煌成功 与他在神学及观念秩序层面的重大缺陷 形成耐人寻味的反比 这一令人尴尬的反比 恰好反映出美国教会的危机 他的讲道集和著作毫无深度 或许这正是他受大众欢迎的原因之一 人论需要的只是如同电视脱口秀般肤浅的信息 主流新教教会的衰落和非道德化 是20世纪末以来 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 与教会成员人数迅速下降 同时出现的一个数据是 教会成员平均年龄迅速上升 这表明教会未能将孩子留住 教会的奉献也离十一奉献标准越来越远 下降到2%以下 奉献大多用于对教会的常规开支 其中神职人员的薪水开支越来越少 这导致教会永久编制人员的大规模削减 以及难以吸引第一流人才 20世纪下半夜以来 与联邦政府扩权同步 美国基督教界出现了追求超大型教会 和超大型事工机构 通常此类机构都惯以国际之名的趋势 他们动辄拥有成千上万追随者 奉献收入富可敌国 巨型教会飞速发展的支柱 是缜密的市场运作手法 反复上门访问 掌握周围居民关心的问题 和日常新闻 瞄准目标 制定传教战略 这些手法巧妙而成功地 创造了一个用户友好式的空间 在礼拜过程中 有人根据圣经讲解炒股窍门 还有人把对上帝的信仰 表述为和耶稣联网 欧巴马总统就职典礼上的 祈祷牧师华里克 Rick Warren 是洛杉矶郊外一家 拥有一万九千人的 巨型教会的牧师 他声称 其传教手法 类似于英特尔的操作系统芯片 重视信徒的兴趣和需求 适用于所有教会 这些巨型教会的成功 让哈佛商学院 将其当作课堂案例 在注重成本与利润的时代 即使是教会也需要具备 企业家的精神 然而 此趋势并未带来基督信仰的复兴 并未改善日渐败坏的社会风气 反倒埋下深刻的隐患 芝加哥郊外的柳西社区教会 是美国超大型教会之一 其创始人比尔 海伯斯 比尔哈佛斯 首唱让木道有喜欢的智慧理念 该理念从根子上就错了 他讨人喜悦 而非讨上帝喜悦 但似乎奏效 到1995年 聚会人数已多达两万 其事工向世界各地扩展 海伯斯成为教会界超级巨星 其著述被奉为教会成长宝典 就在海伯斯登上人生巅峰之际 媒体揭露 其涉嫌多宗性侵丑闻 海伯斯被迫辞去在教会的一切职务 提前退休 却拒绝认罪和道歉 萨加利亚 罗比塞克里亚是格里汉之后 美国最有名的步道家 著作等身的护教学家和作家 在其去世一年之内 所著之16种著作 销售出超过200万本 是基督教界屈指可数的 有能力跟主流知识界对话的学者 2020年5月 萨加利亚去世时 包括副总统迈克 彭斯 Mike Pence 和基督徒橄榄球明星蒂姆 特波 Tim Tebow 在内的知名人士 都对其赞誉有加 然而 掩藏的是 没有不显出来的 在萨加利亚的葬礼当天 他生前的性侵丑闻被揭露出来 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 他性侵数十名按摩治疗师 和普通信徒 由他的家庭成员 和忠实盟友领导的 萨加利亚国际传道会 RZIM 却压制受害者的控诉 从未追究其责任 这个每年预算 高达数千万美金的庞大机构 采取封闭式管理模式 甚至在亚特兰大市中心 经营豪华的水疗中心 萨加利亚的多个信息时间 就在此处发生 这是很多基督教机构 常见的治理模式 但将金钱和家庭 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往往是痛苦和信任破裂 休斯顿的胡牧教堂 Lakewood Church 是美国最大的教会之一 每周都会在 NBA休斯顿火箭队前 主场康伯中心 举行礼拜活动 吸引4万3千人参加 由知名传教士 电视步道家 和畅销书作家 约尔·欧斯汀 周·欧斯汀 担任牧师 此人的面孔 在美国家喻户晓 衣着光鲜 巧舌如簧 举手投足 宛如好莱坞当红巨星 2021年 该校会向联邦政府 申请440万美元的 疫情补贴 声称是为了支付 300多名员工的薪水 但这笔巨款 却存入 欧斯汀的私人账户 被媒体揭发之后 欧斯汀被迫将这笔补贴 退还给政府 2021年11月 一名水管工 在翻修教堂地下室的 洗手间时 偶然发现 大约500个装钱的袋子 里面装着 数百万美金的现金和支票 这笔钱曾被教会报失 并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究竟是谁将这笔钱藏在此处 人们用脚丫子都能猜得出来 欧斯汀的财产超过1亿美元 他最近购买了 休斯顿河橡树区的一栋 价值约1500万美元的豪宅 他还拥有几辆豪车 包括一辆价值超过 30万美元的法拉利 而他在今日秀节目中 却大谈根据耶稣的教导 人们不要贪念钱财 要过检土生活 左派寄生教会 教会沦为宿主 教会的软弱无力 腐败不堪 就像一栋被摆以住空的房子 于是 左派在各条战线 对教会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一点点对蚕食教会的传统领地 彼得 德鲁克称之为 没有硝烟的心恶魔的入侵 在美国 共产主义者一般不敢公开 表明身份 而以社会主义 社会公益 种族平等等名词 由爆枇杷扮遮面 左派通常不说自己是左派 而用自由派 进步派等美好名词来涂制磨粉 广义的福音派教会 由于缺乏广阔而深刻的清教徒观念秩序 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议题上的共识 导导无几 除了反对堕胎 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等 在其他诸多问题上 吵吵嚷嚷 莫衷一世 他们中的很多人 连基本的左和右都分不清 或对左与右不做判断 乃至认为 这些议题与信仰的本质无关 他们以为 耶稣基督坐在上帝右边 只是一个偶然选择的位置 坐在左边也未尝不可 并一些人自以为聪明地站在中间 自诩为中道和中庸 将左派和右派同时归入激进主义 结果左派施施然的寄生教会 教会沦为左派的宿主 一本书和一部纪录片 记载了当今教会被左派窃据的严重危机 牧师 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卢卡斯 麦尔斯 卢卡斯·麦尔斯 写了一本名为《基督教左派自由思想》 如何劫持了教会的新书 通过对教会历史 世界政治和流行文化的研究 揭露了马克思主义者 想要把基督教左派化的阴谋 他警告渗入教会的左派思想 正危害基督的身体 希望通过这本书 装备并鼓励教会坚守圣经真理 将上帝的真理 正义和智能 当作抵抗左派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 在过去十年中 麦尔斯注意到这个真的很有破坏性 与福音背道而驰的 肯定是异端的问题 正在西方教会中蔓延 纽约时报所称的在上升的 自由主义基督教侵入教会 左派意识形态 起初是通过自称是基督徒的政治家 牧师和教授之口 出现在教会的讲台上 人们用左倾的语言 谈论基督教 他们介绍的耶稣 更像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组织者 而不是世界的救主 麦尔斯住在一个有人支持民主党 有人支持共和党的郡 在他周围有四 五个教会正在悬挂 马克思主义者的黑命贵旗帜 或基督教社会主义标志 或彩虹旗 他们把这些旗帜挂得比十字架还高 批判性种族理论和解放神学等 化妆的马克思主义 在教会被刻意推动和传播 左派非常善于劫持术语 并且以基督徒的身份 势如教会 左派灌场采用的一种方式是 宣扬基督教普世主义 认为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基督 民主党改变了他们对教会的战略 从反对变为占领 以前民主党满足于被称为无神党 努力将上帝一词从其党纲中删除 但他们发现这样做效果很糟 遭到许多基督徒的批判和抵制 失去大量选票 于是他们调整做法 假装基督徒 汇入教会和基督徒社群中 在试图改变对方 他们与自由派基督教大学 自由派基督教媒体 自由派基督教机构合作 在合作中塞入私货 乃至夺取控制权 比如就连由保守派牧师 和社会活动家杰瑞 法威尔·Jerry Falwell创办的 被称为基督教堡垒的自由大学 也被左派所渗透 特朗普前去演讲时候 有若干教师和学生抗议 麦尔斯认为 左星的意识形态 如此轻易地渗透到 整个美国和西方的教会 原因之一是 圣经文盲 不读圣经 不明白圣经 以及不按照圣经教导 来生活的基督徒 日渐增多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只有6%的美国人 具有圣经的世界观 麦尔斯指出 有一件事 我们不能各输己见 或求同随意 那就是圣经的权威 一旦圣经的权威受到挑战 我们信仰中 根植于圣经的 所有其他方面 也会受到挑战 当我们采用 并开始接受那些 淡化圣经权威的 基督教形式时 就会让位于 接受那些 不是基督教 但我们却称之为 基督教的东西 西西兰作家 电视制作人 特雷福 洛登 Trevor Loudon 与麦尔斯 有同样的发现 他在纪录片教会里的 敌人中 揭露了让人震惊的事实 美国社会正在崩溃 因为美国教会正在崩溃 敌人已不在教会外部 摇旗大喊 而在教会内部 作威作福 这场战斗 并非始于今日 特雷福 洛登在接受 保守派电视主持人 科蒂斯 鲍尔斯 Curtis Bowers 的每周议事节目 采访时指出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 1912年 美国就出现了一个 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 这个组织 是在教会内部形成的 名为卫理工会社会行动委员会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 美利坚和中国的建国基础是 人权来自上帝 而不是来自政府 这一理念 冒犯了地球上 每一个独裁者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以及每一个暴君 所以 美国从一开始就有敌人 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 共产党人意识到 如果要建立 一个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政权 必须颠覆毁灭美国 苏联领导人深知 苏联模式与美国模式 无法共随于世 在这一点上 他们比很多美国人的认识更准确 但是 美国非常强大 共产主义者们 无法从拜托 美国最重要的机构是教会 教会比政府更重要 没有政府的美国 还是美国 但没有教会的美国 就不再是美国了 所以 共产主义者 在十九万三千年代开始有计划的渗透教会 他们的目的是 利用基督教将美国推向社会主义 他们首先接管了若干神学院和圣经学院 这些学校是具有战略性的地方 可以使数万名年轻牧师 被洗脑后成为感觉良好的觉醒的左翼 以为自己在做上帝的工作 实际上却是在做相反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者 占据了教会的讲台和领袖职位 他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滔滔不绝地讲述所谓的社会正义 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这是旧的共产主义方法 动员工人阶级起来摧毁资本家 百分之九十九的被压迫者 将崛起并摧毁那百分之一的压迫者 成千上万的教会 接受了这些理念 成千上万的教会 支持黑命贵 这个一个 只在烧毁所有美国城市的 中国共产党行动 很多著名牧师在讲台上宣讲的 不是圣经真理 而是用一些基督教术语包装的左派理论 美国第六大巨型教会 马安峰教会的创始人 和主任牧师 超级畅销书 标杆人声的作者华里克 从不掩饰其左翼立场 他不仅宣扬批判性种族理论 和移民大赦 还主张基督伊斯兰教 Chris Lamb 很多大型基督教机构也沦陷了 校园基督教团契 Interversity Interve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等曾受人尊敬的基督教组织 现在完全变成觉醒派 在他们举办的研讨会上 开始时提到上帝 接下来90分钟都讲马克思主义 最后又提到一下耶稣 对抗马克思主义 需要坚实的神学基础 和宏观的清教秩序 当两者都丧失掉之后 教会中的信徒人士 只能免为其难地强调 基督徒的行为和宗教情感 行为和经验 变得比绝对真理重要 生物学上的达尔文主义 主张物种的渐济演化 社会达尔文主义 则提倡历史和社会 都在进化之中 当这种观点 应用到圣经之中时 很多牧师和信徒认为 圣经只是关于 以色列的民族史 而非上帝启示的 适用于任何时代的真理 那些倡导社会福音的 左派人士 不相信人的根深蒂固 无可救药的罪行 却认为社会弊病 可以用更好的政府和政策 来加以矫正 他们不反对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因为这样的政府 有能力实现改善 众人生活的计划 如罗斯福新政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 工业化政策 他们进而相信 透过联合国的国际合作 可以带来永久的世界和平 因此 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拍即合 经常附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 并处处反对美国的反共行动 他们也对共产国家和独裁国家 受迫害的教会和基督徒的境遇 无动于衷 瓦克斯指出 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是来自暴政或逼迫教会的政府 而是教会自身的缴械投降 从世界中继承的文化和倾向 被逐渐偷渡到教会中 并对教会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登堂入世 教会却处于瘫痪状态 正如思想家彼得 德鲁克所说 宗教力量的无能与不足 恰好发生在群众最迫切需要宗教的时候 教会无法理解 让当代社会苦恼万分的恶魔 极权主义思想 真正的本质 对其束手无策 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都是所有传统秩序 尤其是清教秩序的大敌 也会否定一切基督徒认为 有价值且神圣的东西 基督徒人数众多 理直气壮 却无能为力 极权主义者 虽然势单力薄又盲目 却具有影响力 以少数派的力量改变世界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 夺取政权之初 仅有数万信徒 却能征服整个帝国 教会若无法赋予群众 一个新社会秩序的理性 拿什么跟左派对抗 提姆 凯勒 约翰 泰伯 与麦克 霍顿 是牧羊犬 还是吃羊的狼 教会沦为左派寄生之躯巧 始作俑者 是一群学识渊博 道貌岸然的基督教领袖和学者 在当下美国左右 对峙的文化战争中 三名传统教会 和保守派阵营 长老教会 或改革宗教会的巨星 都暴露出真面目 不是牧羊犬 而是吃羊的狼 提姆 凯勒 Tim Keller是美国教会界 全才师的名人 西敏神学院教母学博士 著作等身的基督教作家 大型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在纽约曼哈顿 创立救赎主长老会 从50人发展到5000人 是曼哈顿最富活力的聚会所之一 他本人被称为 纽约市最成功的基督教传播者 他在世界各地 帮助建立将近200间新教会 Outreach杂志 列出美国教会职堂数量的排名 救赎主长老会 名列榜首 提姆 凯勒和救赎主长老教会 自称坚持严谨的改革宗神学 实际上 其信仰早已世俗化和多元化 提姆 凯勒于2005年 成立福音联盟 Gospol Coalition 基本上就是把社会主义 带入基督教和福音派运动 2009年 他发起一份超教派的曼哈顿宣言 由社会福音派人士 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人士 共同签署 保守派神学家约翰 麦克阿瑟 John MacArthur批评说 宣言严重地模糊了 纯正的圣经信仰 与各样异端邪说的 绝对分野宣言的果效事 为了抗议一些 道德与政治上的腐败 却轻忽了福音的重要性 更妥协了福音信息的本质 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夕 提姆 凯勒 在其社交媒体上重新贴出两年前 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 《基督徒如何融入两党制度》的文章 能在极左派的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 其观点和内容可想而知 其貌似中立的观点 实际上偏向民主党 他认为 圣经没有给出大政府或小政府的答案 这种看法 显然是对圣经真理的线缩和扭曲 提姆 凯勒说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坏人 而是关心社会底层穷人的好心人 只是方法错了 这种说法 貌似同情的理解 却无视马克思主义 过去一百多年 给人类带来的滔天巨祸 据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统计 声称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暴政 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 造成超过一亿人死亡 在这个巨大的死难者数字面前 某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好人 并非关键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 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 是一种极端邪恶的理念 是反圣经的巴别塔理念 它所带来的灾难 必然是亿万无辜民众死于非命 一个真正信仰上帝的基督徒 必然反对马克思主义 而不是与之妥协 提姆 凯勒无视左翼意识形态 对美国的危害 反过来指责保守派基督徒 威言耸听 吓唬人们说 同性恋者会来抢夺你们的孩子 民主党和左派 会来毁掉你的信仰自由 他认为 由于基督徒丑化同性恋者和左派 导致左派不愿意原谅福音派 这种说法显然是本末倒置 基督徒受到被左派洗脑的 世俗社会的排斥和指责 不是因为基督徒 支持种族歧视和性别 性向 歧视 而是基督徒坚持圣经真理 若是按照提姆 凯勒的逻辑 要去取悦左派和同性恋者 那么基督徒别无选择 只能大幅修改圣经 或者干脆用共产党宣言 取代圣经 近年来 提姆 凯勒许多著作的中一本 都在中国出版并畅销 中共当局 大概认为 其著作对于中的官方意识形态无害 这种 已然自我阉割的伪基督教思想 可以被允许输入中国 可悲的是 提姆 凯勒 由此成为对中国教会影响最大的 美国当代神学家和牧师之一 与提姆 凯勒一样 约翰 泰伯 John Piper 既是一名成功 世俗意义上的牧师 也是一名高产的基督教作家 他早年留学慕尼黑大学 主修新约研究 当代德国的神学 几乎都是自由派神学 1980年 他在明尼苏达州 明尼阿波利斯城郊 创建博利恒进行会 又于1994年 创立名为可牧神的施工团体 通过出版 广播 互联网等渠道传福音 约翰 泰伯支持批判性种族理论 他认为 我们需要看人的种族 因为不同的种族 会有不同的经验 经历 结构性种族歧视 存在于政治 文化 社会各层面 如果你是白人 而你不认为自己有种族歧视 那么你骨子里就是种族歧视的 因为你生活在结构性歧视里面 而不自知 此种说法 跟黑命贵如出一辙 对于作为白人的约翰 泰伯而言 这是一种矫情的自我种族歧视 极端讽刺的是 约翰 泰伯 及其教会所在的城市 成了黑命贵的重灾区 当暴徒们打砸抢烧时 他在两英里外 亲眼看到生疼的黑烟 他和妻子住在一个资源不足的社区的 一栋简陋的房子里 比起欧斯汀那样 传扬成功神学 自己也享受宝马乡车般的成功的牧师来说 他倒是颇有苦行的心智 他们知道如果听到枪声该怎么做 如何经历前廊上的十几根吸毒者遗弃的皮下注射针头 如何下退闯入院子的人 有人砸坏了他的车 还有人偷了他儿子的自行车 有一个发生在约翰 泰伯身上的小故事 表明他的犯爱主义何其无效 一个黑人男孩问老先生 能否帮忙割他家的草 约翰 泰伯说 可以 后来 那个男孩带着另一个人回来 试图撬开他家的窗户 我和妻子坐在五英尺远的地方 看着他们这样做 泰伯在一篇访谈中说 后来我打开门 他们逃跑了 这是东郭先生的方式 不是耶稣基督的方式 他也承认 我最大的遗憾之一 是我们在美国 本地社区的影响 似乎很小 伯利恒基信会 未能实现多种族和多元化 教会离他居住的平民区很远 依然是一家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教会 泰伯最离谱的言论是 基督徒不要去投票 他本人不会投票给拜登或川普 他早在2016年 就批评特朗普是道德不合格的领袖 与此同时 他对形同卖国的希拉里地游门事件 不置一词 2020年大选中 他斥责川普说 如果认为领袖的致命影响 只会通过他的政策 而非个人品格产生 我认为这是犯了大错 事实如此 不仅是因为公然的自吹 粗俗 不道德和搞派别 已经自证其罪 而且因为他们会腐蚀国家 他警告基督徒选民 特朗普的致命行为 将把美国引致难以想象的毁灭 泰伯的道德完美主义 违背了基督信仰 对人性本罪的定义 他以耶稣的标准挑选总统 只能永远放弃公民的投票权 对于约翰 泰伯的不投票的倾刀 其有人维恩 古德恩博士 Wayne A. Gruden撰文予以反驳 维恩 古德恩提出三点主要批评意见 首先 不投票给任何一位候选人的决定 对福音派来说 不是一个中立的立场 当基督徒决定 不投任何一位候选人的票时 就是从特朗普的票仓中夺取选民 而有助于拜登赢得选举 其次 尊重他人的政治判断 并不影响一个人的基督徒见证 在政治两极化的气氛中 基督徒在讨论政治时 有机会增强其见证 表现出亲切的气质 恭敬地倾听对方的观点 并解释 投票是为邻居寻求良好的政府 这不是出于卑鄙的动机 而是因为耶稣的命令 要爱邻居 像爱自己一样 第三 支持川普的好政策 同时批评他的缺点 实在支持一条文化改良之路 而不是文化腐败和永远毁灭之路 维恩 古德恩列举了特朗普实行的 诸多符合圣经原则的政策 任命原职主义法官他们解释法律 而不是制定新法律 进一步从法律上限制堕胎 加大对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的保护 降低税收 减少政府监管 加快经济增长 低失业率对少数族裔尤其重要 提高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 使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之间 建立历史性的和平协议 对来自中国的经济 军事和信息威胁的清醒认识 高度重视人类自由 和对犯罪的个人责任 越来越多孩子 有资格选择公立学校 安全的边境 移民制度的全面改革 在高犯罪率社区增加警察的存在 并减少犯罪 拜登当选会是怎样的结果 维恩 古德恩描述的 一域情景 在拜登窃据白宫后 上演了任命数百名法官 将法律操纵于自己手中 凌驾于宪法之上 纳税人交的钱 被用来支付堕胎和变性手术的费用 经济因政府控制和税收增加而瘫痪 失业率升高 削弱军事力量 美国无法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侵略性 吉米 卡特市的绥靖外交 恢复奥巴马时代的指导方针 要求学校允许生物男性使用女性的厕所 更衣室和浴室 并允许他们以女性身份参加体育比赛 强行推广技术不稳定的绿能 打压传统能源业 能源成本大幅提高 对警察的限制加大 犯罪率上升 暴力和恐吓扩散 消灭言论自由 使不认同左派政治议程的人消音 开放边界设立更多庇护城市 教会受到更多限制 总而言之 美国走向社会主义模式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 第一个国家的特点是 越来越有自由 越来越有个人责任和繁荣 第二种国家的特点是 政府对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不断增加 自由会大幅度丧失 许多与圣经的道德教导相悖的法律和法规 将被实施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 投票给特朗普 是基督徒的最有爱心 最有忠心的选择 泰国严厉批评特朗普 却竭力显示自己是中立派 与之相比 神学家麦克 霍顿 Michael Houghton 对特朗普及特朗普主义 展开恶毒谩骂 麦克 霍顿 是加州西敏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 白马一战电台主持人 Modern Reformation杂志主编 他严厉批评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却对民主党反基督教的作为 视而不见 在《川普主义之毒》一文中 他认为 川普支持者 在华盛顿广场的集会 是可耻之事 福音派在华盛顿游行 企图永久建立一种邪教崇拜 这是福音派内部某些人的邪教 他批评该活动 对川普的偶像崇拜 名驾于神学任性之上 有人以越界进入属灵淫乱的行列 其用词之恶毒 有如泼妇骂街 麦克 霍顿认为 福音派基督徒支持特朗普 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 基督教美国主义 第二 漠视阴谋论 第三 成功神学 他强调 上帝并未特别兴起美国 他拒绝的是这种理想 在普世教会之外 另有一个基督教国家 将福音视为一种社会 道德 或政治一程 将拯救的信仰 视为可以通过立法确立 并强制执行的东西 他否定 美国有其天定命运 即定上帝在人类历史中 尤其在美国历史中掌权 他否定美国秩序的根基 是清教徒传统 也等于否定清教徒 创建美国的历史事实 麦克 霍顿 发明了基督教特朗普主义邪教 这一概念 他似乎成了审判马丁 路德的天主教教宗 有权下一份通语 将其不喜欢的观点和人物 冠以邪教之名 再送上宗教裁判所 这也是共产党喜欢做的事情 我不得不正道 这位颇受读者欢迎的神学家 美国是法治国家 若不是法官 邪教这个词语慎用为好 他又认为 川普主义与严肃的政治 或严肃的基督教 都毫无关系 他是几十年来 操纵利用政治和基督教 酿成的苦酒 而最终的结果 则是一种既反政治 也反基督教的危险热情 看来 政治和宗教两大领域的 最高裁判权 都被他一人垄断 他如同中国古代的皇帝 一股脑地将所有异议者 都打成反贼 在凌迟处死 麦克 霍顿的核心论点是 无论美国宗教历史上 有过怎样的自相矛盾现象 教会与政治权力的分离 都不是来自于某种 潜藏的人文主义 而是出于相信 圣经的基督徒的深刻本能 然而 他否定的 恰恰是 他在诸多文章中 反复批判的 洛斯底主义 此需乌有的 政教分离 既非出自美国宪法 更非源于圣经 政教分离 只是杰斐逊 在一封信中提出的个人看法 政教不可能分离 美国宪法和圣经的真意 使政教分裂或并裂 两者各司其职 有趣的是 麦克 霍顿反对双建论 支持两国论 将关心政治的基督徒 都归入企图 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激进派 但他撰写咒骂川普的文章 却是在替天行道 承恶扬善 这难道是神学家才有的逻辑 麦克 霍顿自称卡尔文主义者 他却早已被左派洗脑和吸纳 其观点符合政治正确 却违背圣经真理 他在一篇题为 更正教大势已去 激进派大获全胜的文章中 故作惊人之余 就当代文化的总体而言 宗教改革运动的势头 已经败给了狂热主义的 左派和右派 他表面上左右开弓 实际上批评的重点是右派 他将福音派基督徒 在上世纪80年代的 政治参与概括为 以相对敌视的态度 来看待文化 科学 人文艺术 特别是精英人士 他跟左派的论述方式 一模一样 凡是不认同左派立场的 就扣上反制主义的帽子 麦克 霍顿傲慢地自认为 是左派知识精英中的一员 但左派知识精英并不承认 他任教的神学院 是一所真正的大学 也不承认 神学是一门经得起 科学考验的合格学科 更不承认 他的神学院教授职位的韩金亮 他永远成不了 左派阵营的自己人 提姆 凯勒 约翰 泰伯 和麦克 霍顿等左派基督教领袖 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是左派 或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左派所倡导的 是反基督教的基督教 是反政治的政治 是反智慧的智慧 他们不单是反特朗普 更反特朗普主义 反清教秩序 反圣经原则 他们的信仰支离破碎 左之右处 他们带领成千上万会众往前走 如同盲人骑下马 夜半临身池 让美国再次伟大 其前提是让美国教会再次伟大 要让美国教会再次伟大 第一步是洗涤侵入教会的 马克思主义等左派意识形态 回归圣经的真理和原则 再次伟大